你知道吗,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 全球每年因为害虫而损失的农作物产量高达40% 在这令人震惊的2000亿美元的损失当中 农作物害虫至少造成了700亿美元的损失 换句话说,想象每当你把100令吉放入口袋里 都毫不例外的有40令吉从口袋底部的一个小洞掉出来 而且是每一天哦 你所有辛勤的努力、汗水和投资都白费了 农民们不是用大量的金钱来尝试各种方法阻止损失 但往往结果都不理想 而其中比较常见的方式包括物理防治 例如,选种有抗性的品种,轮体农作物 又或者生物防治,利用异虫和异菌对病虫害的抑制 当然,最后不可避免的就是各种化学农药和五花八门的混合使用 甚至每天喷洒 但是,其实真的有效吗? 那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修补这口袋上的洞防止你的钱掉出来呢? 答案是,有的 其中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采用最新最有效的农药 这意味着不会使用过多的剂量 减少了需要的频率 也减少了混合产品的数量 简单来说,更少的成本和更少的害虫数量 更多的产量,更多的盈利 这就是修补口袋破洞的方程式了 想要了解更多吗? 敬请关注下一个视频